大家好 我是有魔人 今天要介紹的是戈吉拉 戈吉拉電影的正宗戈吉拉 在8月12號馬上就要上演了 那在電影上演之前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歷史 這個眼前這個是戈吉拉的原點 就是我們先看一下盒子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是1954年的版本 也就是最早最早的戈吉拉電影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電影 你可以看到這個河面上的造型 其實如果你跟最近的電影版做一個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它那個海豹的造型 其實有點像當年的這個設計做一個致敬 那其實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版本 它已經經過了一些落竿在比例上的一些修正 所以跟1994年的比例比起來 你會覺得現在的比例看起來比較順眼 譬如說頭它做得比較小 那身體做得更像是怪獸的造型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對比一下另外一個 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個內卡出的系列 它其實就比較中於1954年的 這個戈吉拉的版本的比例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當年這個設計呢 它其實 你可以看到它頭是比較大 然後身體看起來是比較僵直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其實它就是皮套裡面 一個人在裡面 所以當然在比例上 不可能離人形差太遠嘛 那當然後來在技術上面的進步 所以讓它的比例更符合這個現在的美感 可是如果你現在再回頭去看1950年代 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的戈吉拉電影 你會覺得這個為什麼造型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怪獸 一點都不像恐龍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就是油人扮演的皮套嘛 那當然經過了原型師的設計之後呢 現在的版本就看起來更加順眼 那我眼前這個系列呢 這個叫SHM系列 這個是版代為了 就是像戈吉拉這樣的怪獸為主的一個 一個怪獸的系列 那它的主要的造型師呢 它是找了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一個叫酒井 由烏西先生 我不知道那個念法有沒有念錯啦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非常有 這個經驗老道的一個 一個怪獸的原型師 它的怪獸GK或是怪獸的這個人偶的作品呢 在在這個戈吉拉這個領域呢 應該是無人能出奇 我算是第一把交椅了 那所以它來重新詮釋1954年這個版本呢 我個人這樣看起來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滿意 為什麼因為它不只是 你看它的造型上面真的是 不但是重現了當 雖然說比例上比較符合現在的這個設計感 可是呢在細節上呢 它其實是 在很多地方它其實是相當忠於原著了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它的 譬如說這邊有個小耳朵的部分 譬如說它的眼神 眼睛的部分它其實是有點 好像有點居高臨下 或者是有點看左右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從哪一個角度看 你都覺得它好像是眼神在盯著你一樣 這個設計其實它就是 原著1954年這個版本的這個圓形 只是說它頭的頭型的比例 或脖子的比例它做得比較小 那看起來整體就會更加巨大 那另外它的可動度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譬如說以尾巴為例好了 它這個眉睫它其實都是一個可動的關節 所以它可以做出很多大角度的 一些大魄力的一些姿勢 那包含腳的部分 我剛才講到其實早期的 因為P號演員嘛 所以你腳沒有辦法開太開 可是因為它這個為了要重現這種怪獸感 所以你看它可以把這個大腿小腿 它其實可以做出一個大跨步 那包含它這個腳的貼力關節 所以這樣腳一跨開 你就覺得整個魄力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那另外當然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小細節 就是它的這個 呃...這個... 呃...有點像向上這樣的開掌的手 這也是當年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特徵 那...有點... 當然跟暴龍比起來它的手是大了 可是呢...就以這樣巨大怪獸來講 它手的比例也是小的 那另外它的背棋上面的這個設計呢 它也是... 呃...不但是把這個細節的部分刻畫得非常的深刻 它在整個造型上面呢 其實跟當年的P號比起來 也是更加的... 線條有靈有角更加的俐落 那... 譬如說... 開一些可動的部分 譬如說腰的部分 它在胸跟腰中間它其實做了一個三段式的關節 所以呢... 它其實可以扭腰到一個相當大的程度 那... 另外脖子當然也是... 這個眉睫... 你看到這個眉睫其實都是可以可動的 可動的... 所以... 抬頭、低頭或是白頭 都可以做到蠻多的角度上面的發揮 那另外它下額呢... 也是做一個可以... 可以張開的一個角度 但是很可惜它這一代裡面它並沒有做了火焰的特效 不然的話它在把玩度上面應該會更加豐富 但是... 整體而言我個人是覺得相當滿意 因為它不但是... 在比例上修正了更符合現在的美感 而且它還保留了當年1954年的這個精髓 所以我相信喜歡哥吉拉系列的朋友呢 看到這個應該會覺得... 那些過去的回憶應該... 有整個湧上來的感覺 那... 看完之後呢 如果你八月... 想要去體驗一下新一代的哥吉拉呢 我... 也可以... 買票進戲院去欣賞一下